根據氣象局發布資料顯示 今年第12號颱風傲麥斯成形了 逐漸逼近台灣 而這個時候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容易發生大雨 氣象局21號也針對花蓮 台東及屏東等地區發布大雨特報 請民眾要特別注意 21號一早 不少台東的鄉親朋友們 來到加入蘭參與淨潭活動 所幸天公作美 活動也順利完成 不過這樣的好天氣 恐怕隨著颱風逐漸逼近 有所改變了 根據中央氣象局發布的資料顯示 青度颱風傲麥斯已經形成 並且從台灣的東南方 漸漸靠近台灣 依照預測路徑 傲麥斯颱風以每小時20公里的速度 朝著西北前進 22號將會最接近台灣 而受到了颱風的影響 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氣象局在21號中午 針對了花蓮、台東以及屏東等地 發布了大雨特報 上一波的雨勢侵襲 造成了台灣中南部的部分區域 出現了淹水道路橋樑損壞的慘況 還沒來得及復原 又要迎接這一波雨勢 的確得多加小心 而花東地區的鄉親朋友們 也要多注意午後雷震雨 在行津山區時預防貪方脊落時 低洼地區的民眾 也要慎防積淹水的狀況發生 及早做好準備 避免大雨帶來危害 記者安切倫 塔東市報導 到達